我没想过我结婚 我根本没想过我会成立家庭 我觉得我在这么艰难的一个生死关头 我能熬过来 我觉得我想要好好活着 我没想到我今后我能做什么 其实我想回归体操 但后来我知道我回归不了了 但唯一的信念就是活着 推开惊喜之门 便是推开一段段乘风往事 记忆中奋斗过的体操训练馆 在国家队一起混在食堂 混在海绵坑 混在宿舍 就是在一起七年在国家队 那些哽咽无人诉说的夜晚 我08年逐渐能够踏实下来 就是说因为我看到桑兰蛮好的 虽然她受伤了 就她每次来过来看我的时候 就都很漂亮很精致 但我看到桑兰的时候 就会每一次每一次 让我更坚定 我觉得可以的 幸运雨过天晴的此刻 他们家从老太太到黄剑到桑兰 就每个人都各尽其责 就是各有各样 就是慈母 严父 是他们懂得陪伴桑兰的每一次德语诗 你看谁来了 马上开始 这里是天晴的雪大型反映 互动团话节目 乃道博士 你看谁来了的节目现场 有请王芳 王维联 认识几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天晴卫视大型感恩 互动团话节目 乃道博士 你看谁来了的演播现场 欢迎大家 欢迎 欢迎大家登陆的故事 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是老朋友了 这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 桑兰夫妇 体育赛场上 她曾绽放如花 而在人生赛道上 她已坚定勇敢 在我的脑海里 打成受伤之后 可能受伤不小 但是我一直一直 我都觉得 我跟其他志明人都是一样的 我结婚了 我就要生孩子 虽然可能很简单 吃饭 看儿子 但这一天特充实 然后特别特兴趣 她是桑兰 从冠军到勇者 从妻子到母亲 一次次刷新自己的生命记录 今日携手爱人黄健 一同做客 你看谁来了 将会有哪几位好友 前来助阵呢 掌声有请 桑兰黄健 有请大蓝 掌声有请 桑兰黄健 多久没见了 太长时间了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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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 欢迎小桑兰 天哪 桑兰你有没有发现 你看啊 这么久了 你没什么变化 黄健也没什么变化 我家老黄前两天 还在跟我说呢 你老了 这都有皱纹了 你竟然敢这么说话了现在 没有 我就是感叹 我们俩人在一块认识 都已经二十多年了 可不是 我第一次采访你的时候 也就零几年吧 我记得 二十多年前 那个时候你俩还没结婚呢 没有没有 然后后来结婚 现在孩子几岁了 八岁了 上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孩子才一岁多 对啊 你们俩结婚多久了 已经九年了 马上十年 当时在结婚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黄健 对他特别好 那个时候黄健 你有没有遇到比如丈母娘呀 还有你妈妈那边的阻力呀 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 他们倒不是阻止我们 其实父母来讲 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担心 跟我的担心一样吧 对对对对 我觉得跟您的担心是一样的 黄健您担心什么呢 我担心你过两天不要他了 你明白吗 你见面啊 你表现得再好一点 我妈也是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你妈肯定更了解你 因为我妈知道从小 我是她伺候我 家里就我一根独根苗 你去伺候人家 伺候得了吗 对 我妈考虑的是 你把桑兰当成了自己老婆 将来后半辈子你们可长呢 对不对 你桑兰有很多事情需要你 你行不行啊儿子 我妈怀疑我的能力 人就是这样 你比如说因为我爱她 那我现在可以 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没错 你还能不能像第一天那样 细枝木杰的事情都处理好 是不屑的 因为我觉得老话讲的 叫久病床前无孝子 对 你就是说你当儿子的 你都很难能够做到父母生病了 你每天跪在床前来服侍老人 更何况你的妻子 你的爱人 将来这是一辈子的事 所以我认为 我的母亲的担心 主要是看看儿子 有没有这能力啊 我教育出的儿子 是不是可以担得起这重任 妈妈肯定特别喜欢桑兰吧 非常喜欢的 对你怎么样呀婆婆 很喜欢我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 互相都经常问候 没有什么问题 你就看你现在的这个站姿 其实理论上 你完全可以站在我旁边 或者站在方姐旁边了 但是你看 她习惯性地就站在这个位置 就说明她永远知道 她自己的位置 对 我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我真的觉得 我其实就我认识了桑兰 我以前不认识桑兰的时候 我跟你们一样 比如我们从网络呀 从很多地方了解了桑兰 但等我真正认识她的时候 我发现这两口子 是非常非常单纯的两个人 纯净啊两口子 太简单了真的太简单了 而且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不见 依然没什么感觉 觉得好像还是经常见面一样 小宝现在几年级了 二年级 你凶她吗 也凶她 她爹凶她吗 更凶她 我的妈呀 那她照顾你吗小宝 照顾 特别照顾 我调整座位 我儿子都会 还会帮我做锻炼 没事我再说给妈倒杯水 从床上躺着到坐着 她都能帮我 全会 比如说我躺在床上 她抓着我的胳膊帮我坐起来 然后平常我在床上 做一些康复锻炼 她也会帮我 您现在躺在床上 想起来还是做不到的 那不行 因为我受伤的位置很高 胸一下就是不知觉了 所以我要从床上起来 还得有人帮我拉起来 现在我把这重担交给我儿子了 是你看桑兰这么多年 她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感觉有点瘦 这是没有办法的对吗 可能是代谢稍微差一些吧 会觉得瘦一点 其实我从当运动员到现在来 基本上就这种骨骼 怎么吃也基本上我不胖 当运动员的时候 就是很结实 可能浑身的这种 从头到脚的肌肉特别多 所以就会给人感觉很健壮 对 那个时候 我都觉得你像个小伙子一样 你看见我的腿是我老在那动 对吧 下意识会起来抬起来 对 这个就是不是我能控制的 就是 植物神经反射 就是腿不筋软 你现在基本上是医生吧 我 因为他需要这些 就经常我们也要去医院啊 找医生啊这些 有的时候你跟医生探讨的多了 有的时候自己也再去看一看 学一学 尤其是像他这种情况 要生孩子 得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 你这个怀孕的时候自己担心吗 担心 其实我现在再回想一下 我的整个九个月的孕期 挺担心的 也很害怕 因为出现了很多突发情况 比如说认称糖尿病啊 这个高血压 还有体温性的低血压 因为你不能动嘛 对 一会儿高血压 一会儿低血压 所以像现在呢 因为生完孩子以后 可能付出挺多的 气血付出也挺多的 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说 从躺下起来 这个过程不能太快 太快以后 我也会出现一些 体温性的低血压 啊 低血压 低血糖那种感觉 对 低血压 低血糖就有的时候 整个脸很白 其实也挺危险的 所以呢 再回想一下 当时九个月的孕期 是怎么熬过来的 但是想象一切都值得 特别是看到我的儿子 现在八岁了 然后呢 很健康 很可爱 而且好像一直都是 你们自己带是吗 对 我们都自己带 从来没有分开过 就是我觉得我的儿子 给我带来的这种 希望和力量 真的是无法想象的 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 一切一切都是值得 值了 你儿子的运动能力怎么样 太强了 我儿子的身体素质很好 嗯 还有他有一个运动员的特点 嗯 就是吃苦耐劳 他在踢足球 前两天他爸爸带着他训练 那天我 他训练我有的时候会休息 我没有下去 那天回来以后说 啊 你怎么上来的 我跑上来的 十楼跑上来 你爸爸呢 我爸爸坐电梯 后来他爸就在说 就得这么练 而且我儿子跑上来以后 一点都没含累 他爸爸呢 后来又去陪教练 吃会儿饭 然后回来以后就问我 怎么样 他是不是一上楼 回了家就跟你说 太累了 没说 我也问他了 我说小宝你累不累 苦不苦 不累 你有没有想过让他学体操 哦 体操呢 怎么说呢 因为 有点晚 我觉得 一对八岁肯定是晚了 第二呢 还有呢 我家黄健啊 个子挺高的 然后呢 我儿子的这个身高啊 我觉得随爸爸了 啊 个子长得挺快的 对 体操 太高的个儿吃亏 嗯 对 我就希望我的儿子 平平安的 健健康康 快快乐 长大是我最大的心愿 必须的 必须的啊 那我们今天看看 有三位朋友来 你们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你们猜呢 嗯 他都问过编导 编导说怎么可能告诉你 对 我特别有意思 当时编导跟我联系 问我嘉宾的事 后来我说谁啊 那可不能告诉你 对呀 他当时的个子稍微小一点 然后但是呢 他的那个跳马 和自由体操都很好 速度特别快 所以那个时候 对他印象还蛮深的 但是我们俩 嗯 其实并没有同场比过赛 实际真正的两个人的 那一相识是我在 在我08年摔伤 就14年前 就是现在还 历历在目 就是他过来看我 真的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就是我很难想象啊 我觉得他可能是 都信中的这种慢性吧 就是找到一个好老公 此时此刻 三次神秘嘉宾 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 准备就绪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 大来宾能否一猜几种 顺利过关呢 你们想先建哪个房间的 123号 好 1号 您有五次提问的机会 但你提了这个问题呢 他会通过文字来回答你 行 好吧 第一个问题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you're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ee me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To kill me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a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ing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tand it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to kill it? So if I play dead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hat you sai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And my heart's black and blue from the bruising I feel like When I'm with you I'm losing I feel like You think that this amusing Sitting there gaslighting and confusing Was it me? Is it me? Am I deluded? I'm the one who's always sorry The conclusion Even though I offer all of the solutions I wish you loved me like I love you It's stupid When I'm alone with you I never feel lucid I wish I wasn't struck by Cupid I wish when I first saw you I knew this When I'm with you I feel so useless I feel diluted My heart's been wounded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ime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a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ing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ee me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Maybe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Am I stay you write MO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Am I stay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framework 然後老大廉跳嘛 我們一過去就問 哎 怎麼樣啊 這個今天的那个马好做嗎 好跳吗 然后要么就是那个 这个粉好不好用啊 什么之类 就大家就是练一趟 然后走回来的时候 没事聊聊天 其实我们的乐趣 就是练的时候 确实会很苦 我们的乐趣是换换气节 就从高地杠换到跳马 然后换过来的时候 一看他在练跳马 就我练了很多 高地杠屏幕自由体操 然后桑兰一直在练跳马 因为他跳马是强项 他就老练 然后我们就走过来 就跟他聊聊天 所以说兰兰最了解了 因为我的四个项目当中 就是跳马最好 那等于是你这个受伤 也是跳马了 当然 当然 他就跳马时候受伤的嘛 那个时候就是 因为我是四个项目 都还挺强的 然后桑兰最强的就是跳马 而且他练的确实 在这个项目上 我记得当时他刚来 国外队的时候 就觉得这小女孩 其实那个时候 桑兰个子挺小的 很小 对很小 而且我记得她是宁波人 就是跑得很快 嘟嘟嘟嘟嘟嘟 跳马一跳呢 就很高 然后他的那个动作 虽然我参加了很多国际大赛 然后也跳马也还可以 但他是我们那个时候 就这个项目当中 可以做比较高难度的 而且去尝试比较高难度的 第一个运动员 然后那个时候 等于总教练就非常看重 他的这个跳马的这个项目 重点培养他的跳马 对对对 所以他老在练 我们可能花 花一个小时就完 有时候 你们基本上就是都已经 三个项目都已经换完了 我还在练 一个项目可能练 比如说一个小时 他一个项目是练三个小时 比我们多好几倍 对呀 对呀 我记得默示空翻 我记得是吧 对 这是兰兰的强项 你当时可以这样吗 桑兰 我不行 因为我高低杠 我们也练 就是我们体操四个项目 都得练 就算我的强项不是高低杠 但是我们所有项目都得练 如果呢 少练一项 你进不了单项的决赛 进不了决赛 意味着你没办法拿金牌 所以都得练 但是我相对来说 高低杠是 基本上四个项目当中最弱的 这多难呢 我觉得 得摔下来多少次啊 对 就是我们确实 他不摔 他平常训练 他都稳定性很强 你知道吗 我们运动员 基本上都是平常训练的 稳定性太好了 但很多时候比赛的时候 也有可能真的 你在家里练一百套 但你比赛就这么一瞬间 然后就出现失误 对运动员的心理影响很大 所以他基本上训练 他都不掉下来了 虽然把我说的太完美了 我基本上很少看他 从高低杠上失误 你跳马也很少掉吧 那我跳马基本上 从来没掉过 没有爬过 也没有屁股说过 所以最后那一次 受伤那一次 也是因为一个意外 对 因为这动作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在赛前训练的这个动作 还不是我最难的一个动作 我还有一个保留的最难的一个动作 我都没有做 就是我那动作对于我来说 就是非常的熟练 基本上我在家里面是非常非常稳的 那次比赛你去了吗 没有 那次没有跟桑兰一起去比赛 就是我们是在家里 然后得知了这个消息 就觉得真的就是很难想象 因为其实比赛场上 就是确实瞬息万变 但是就没有听说过 这么大的这种事情 对 事件我们都很难想象 就觉得哎呀 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一直挂念着他 然后后来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都特别特别难受 因为确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然后一起吃饭 一起玩 一起吃苦 一起流泪 就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怎么突然间就变成这样了 就是我们都很难想象 而且就真的后来就只能是 通过电视啊 通过媒体啊 才能得到一点消息 我记得他们给我叠了一千个千纸贺 对 让其他的人带过来 装在瓶子里 你要说在国内 可能我们还能及时地去医院 什么之类的 我们都不能 然后只能是等他完全就是 所有的都料理好了 才回到北京 我记得当时就去那个 机场接我 对对对 你多久回来的 千纸贺是谁发起 我十个月以后回来的 在那边进行了十个月的治疗 对 千纸贺当时因为我们在队里 也是有时候做一些手工什么之类 后来就觉得 哎呀 桑兰这个事情 其实对我们大家都影响很大 我们内心都特别难受 后来那个时候也正好 我记得好像是毛燕林 他那个时候就比较爱做手工 后来就说那我们一起为 为桑兰叠这个千纸贺 叠了很多 一千个 装在玻璃瓶 对对对 然后他托人 我当时还在美国治疗 带给我的 那个时候你爸爸妈妈 能在你身边吗 他们在我身边 一直在陪伴照顾 黄健那时候还不认识你的吗 还不认手啊 黄健好像 黄健也是因为蓝了 是蓝了 蓝了是没人 嗯 你知道吧 真的 黄健跟我认识真的是蓝了 但是我跟你说是这样 就是说黄健呢 确实是先认识的我 因为那时候我在读书 然后他先认识了我 然后后来呢 那因为桑兰 咱们都是从小长大 又是体育圈的 然后肯定 就会有一些机会 两个人认识 他们俩认识就认识了呗 我也没往那方面想 但是因为你给介绍的对吧 我可没有说介绍 他们俩谈对象 对对 但是你弄了个饭局是不是啊 反正就是有机会认识了 认识了那肯定互相去加 那会儿是电话吧 还没有微信 对 那你加就加吧 对吧 我觉得大家都是朋友 后来他俩怎么就好上来 也没有人告诉我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说出真心话了 对 我是从媒体上 这俩没有一个人正式的跟我说 怎么也得给没人啊 有一个正式的什么 对呀 哪怕打谢宴也行啊 给个喜糖什么之类的吧 对 谁不忘莫惠兰 对不对 哪怕请吃个饭啊 对呀 那你俩就没准备跟兰兰 那先说一下呀 合适吗这个 对 后来说了呀 所以说我们单纯简单嘛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两个人决定在一起 包括后来小宝出生 那一段日子 对于我们来讲非常难熬 后来你知道以后 你问他们了吗 其实我也有点别扭 因为我不知道用什么 真实的方式去问 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也不好问 对不对 你看你就不好 叫我 我第一时间就 黄剑 这是真的吗 就是我其实也挺矛盾的 你知道吗 因为当然是我的好姐妹 对吧 黄剑我又认识 你说你俩偷偷好了吧 你偷偷 偷偷 偷偷好 就不跟我说 就算了 然后我也不能特别直接地问 你俩到底好没好 最主要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也没办婚礼 也没有宴请 我还跟王导说呢 我说这俩人结婚 都不带给送个请柬的 我上次还跟他说呢 他说好像没办吧 没办 没办 我们很低调 结婚照也没拍 我们挺顺利的 结婚登记那天 因为我家在海淀 我们去海淀民政局登记的 那天特别凑巧 登记大厅一日没有 我们俩人就去那儿就登记了 还戴着口罩 还有帽子什么 我忘了 我也没问我妈 我们俩人登记时 我妈都不知道 蓝蓝生气吧 我也生气 生气你看 也没跟姐妹们说 也没小半都没办一个 哪怕小范围的是吧 对呀 哪怕穿个婚纱呀 其实我觉得 当然内心里面还是希望 就是有一个 她一直有个小碗 对啊 对 就是把她穿上 然后美美的 但是那时候 我们为什么没办婚礼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结婚我们早就已经 实际上我认为 早一年我们就可以 结婚登记 然后一直拖着 当然可能还有 这样和那样的一些事 不过我们 在十周年的时候 我会给她补办一个婚礼 反正我得去 那个咱俩坐一桌 没问题 我旁边那名牌写上 我会来 没问题 对 我还可以抱点料 还可以抱点 抱点 没有没有 你们的孩子差不多大吧 我记得 是的 你娃也七八岁了都 我娃也八岁了 小五个月 晚上比桑莱他们家 稍微小一点点 他们俩玩得特别好 我记得我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蓝蓝来看我 那些印象特别深刻 她是不是跟你说 我也怀孕了 还是不知道呢 没有她当时没怀孕 她来看我的时候 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然后后来没多久 我就得知蓝蓝也怀孕了 太高兴了 现在这两个孩子玩得最好 因为我们体操队的一些运动员 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因为大家现在都当妈妈了 就她的儿子和我的儿子年龄最接近 这俩孩子玩得是最好的 对 我对小宝的那个感觉比我们家孩子要好 因为小宝就是他们俩其实也是断断续续的 经常在一起玩 我觉得他们俩的基因 运动基因遗传的挺好的 但我们家那个就一般了 运动基因没有小宝那么好 小宝不管是跑啊跳啊 然后还有那个这种各种反应能力什么之类 我觉得他们俩这个可以往体育继续的延续下去 而且有一点我觉得他们俩一起就是培养教育这个孩子 非常好的是从小他就知道妈妈可能身体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小宝就会 现在黄健我刚刚看是站在这边 然后那个小宝可能就会站在这边 那么小宝其实挺懂事的 他会就是如果有一天黄健身体不好了 对吧 然后回脚不是特别顺溜的时候 那肯定责任就是小宝的 所以小宝现在就会 有时候我儿子会去碰桑兰的车 因为会觉得好玩孩子 那小宝就会说不行这个你不可以碰 因为你完全不了解他 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万一出了危险怎么办 所以小宝现在开始就有这种安全意识给妈妈 就是帮助妈妈 所以这个责任感 我觉得小宝做的就 就是他们俩教育的就很好 现在桑兰会不会觉得自己生活特幸福呀 觉得很圆满的那种感觉 就是看到一个家庭里面 很幸福的感觉 因为家里有好多人 有我妈妈 我们夫妻俩有孩子 家里还有个阿姨 我看到这种很有人气的这种家庭氛围 让我感觉一种满足感 不能说像大家说桑兰很幸福 我觉得是一种满足 一家人在一起和和气气的 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 就你俩吵架吗 吵 谁厉害 谁厉害 肯定不是我 更肯定不是我 那你觉得是谁厉害 他呢 小拙了以后可能脾气会比较大 没拙的时候可能还行 然后他们家其实吧 最可怜的是那只狗 我聚回来你家你知道吗 小宝做的不好吧 可能顶多一两句 但是小宝再做的不好 这个气把就不能在小宝身上 他训狗 我会就说这个 跟狗聊天 聊天 聊 你怎么回事刚才 对吗 这样做是吧 对对对 你就在队里的时候桑兰厉害吗 就抱抱料 在队里的时候 他其实还可以 他脾气性格什么之类还行 他从小就特别爱跟别人聊天 我记得 当时我们练完之后 他就 今天跟你聊很多 然后又跟你聊很多 我觉得他特能聊 他可爱 对对对 挺可爱的 然后他们俩之间 我感觉可能 黄剑其实是挺害怕桑兰的 话里话外经常给我透露 不行 这事我决定不了 你得问老婆 行行行 好的 我再请示一下桑兰 她得请示老婆 黄剑你是装的吧 你这是 我跟你说方姐 一个家 江山要想稳固 男人就得 夹着尾巴做人 哎呦 我的天呐 有理论了 你俩人结婚十年来 有没有一天吵架吵极了 说早离婚去有吗 没有过 有过吗 你有动过这念头吗 黄剑 我没有过 因为我 当然呢 她也没有 从来没有 就是我 我们两个人 因为我们能够组成一个家庭 特别难 特别不容易 所以呢 最后能组成一个家庭 最主要 我还能拥有一个孩子 其实你知道 在我刚受伤 其实不能说刚受伤 受伤十多年了 我都没想过我结婚 你知道我自己 在北京买的房子 我买的是两居室的 我那个时候 还有一间房间 我就给做成衣帽间了 我把一个挺大的一个 大两居 其中的一居 做衣帽间 我没想过我结婚 我根本没想过 我会成立家庭 我觉得我不会 我觉得我自己 做轮椅上了 可能会遇到不合适的人 可能在这方面 我没有什么信心 就没想 我没想过 我就把我的 很大的一间房间 全部做成衣帽间 所以呢 对于我来说 我能有一个家庭 还能有一个孩子 来之不易 对 怎么吵架 包括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也是 怎么吵 都不能吵到 离婚 这个词不能说出去 怎么说都有界限 有原则 你吵得再凶 都不能跨这根线 所以对于我来说 组成一个家庭 有一个孩子 现在其乐融融的 我母亲 我家人都陪在身边 我家的阿姨 也一直陪在照顾我们 我觉得这种 这种难得的 这样的缘分 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 也不是每个家庭 都有的 我要珍惜 其实我觉得他们俩 就是这一路走过来 确实挺不容易的 慢慢地见证了 他们俩的这种 互相的扶持 互相的这种付出 黄建一我对他 也了解蛮多的 之前的性格呀 包括男士 在那个时候 对事业的这种渴求啊 以及他的这种 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再到放弃 再到一路陪伴着桑兰 走到今天有孩子 我觉得确实挺不容易 甚至于有时候说 我觉得不是一般的男人 是二般的男人 才能做的 所以那个 其实我心里 一直是觉得 桑兰跟黄建结合 然后再往后的日子里 我也希望他们俩 一直能像现在一样 互相地扶持 然后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地走下去 不能辜负桑兰 既然走出了这一步 就得从头到尾 对吧 对 谢谢蓝蓝 蓝蓝说得太好了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合章一 谢谢蓝蓝蓝 我们来说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m love you got me like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ready know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m love hey it's too late to try to go contain it a generation fueled by creation we live lives on a small screen nation we control the airwaves no negotiation i refuse to think we need saving something good will come from creation and when we think that the world is too anxious we'll adapt, evolve, survive and save it what keeps you up and now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what keeps you up and now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同样的遭遇 桑兰给予她诸多帮助与开导 带去希望与慰藉 今日许久未见的二人再次同台 将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 08年就桑兰和黄健 实际是第一时间到病床前看的我 那个时候都不能太多人进来 但他们就来了 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消息 然后朋友就跟我们说 刘延受伤了 我们当时特震惊 因为刘延我们都知道 咱们国家特别优秀的舞蹈演员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当时桑兰跟我 我们就说真的特别震惊 想去看看她 因为毕竟那个时候 我们桑兰受伤这么多年了 还是有经验的 朋友们也希望桑兰能帮你帮忙 就是鼓励鼓励刘延 对对对 你相当于是腰椎是吧 实际是胸十一 你是胸脊 我是颈椎 颈不颈 桑兰比刘延的受伤部位 虽然高一些 但是呢 从功能上来讲 刘延也并不是能比桑兰好多少 对 是的 是的 桑兰其实我有的时候 在生活里面有人说 我说那时候要摔得再轻一点 手指 十个手指头 如果能动的话 就太好了 他最大的困难 他受伤以后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在说 最大的困难就是 你的十个手指头不能动 人十个手指头不能动 你将面临一个不同的生活 对 当时你们去看留言的时候 他状态好吗 还记得吗 我还记得那时候病床上 留言状态 当时应该 因为他刚受伤 在病床上 当状态 接受不了 不是特别好 所以其实我们去 没有别的说 什么医学上经验 我想留言身边 有很优秀的医生团队 我们过去的 还是希望能够 给留言更多的鼓励 能够让他振作起来 面对现实 但留言真的 我们在跟他接触过程当中 到现在2008年 到现在多少年了 14年 14年了 我24年 我们刚刚好 凑一个整数 14年 这一路走过来 看到留言的这种坚强 面对现实 还有 现在又回归到社会 又从事着 舞蹈教师这行业 说实话 他也是我学习榜样 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当时还是很脆弱的 当时他的精神状态 也不太好 但是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14年 这14年留言的变化那么大 就从这种原来想放弃 到现在重新面对现实 对 很好的回归社会 这种 其实也是在我第一天去看留言的时候 希望他做到的 但是他现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 有这么大的变化 而且留言很优秀 能够在文艺教师的这个领域 还能够发挥自己的能量 然后把自己的专长所学 交给这些学生 我们虽然这么多年没见留言 但是我跟桑莱有时候 我们两口子聊起来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 我们时常听这个留言 那人家都说自己是文艺界又是教师 这还不就是留言呢 所以我就猜出来了 但是我没敢想 但我特别关注他们两口子 他们办的这些年全是大事 所以我觉得大家很好的朋友 互相不一定有经常联系 我们联系也不多 但是我们想不惦记着 只要看见对方的时候 我们很高兴 很激动 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想想留言好吗 我有一段时间在媒体上 看到留言当时特别瘦 是创作舞剧吧 头发剪短了 特别瘦 但是我今天看到留言比那个时候 胖了 胖了不少 对对对 这种感觉特别好 那些年的时候 黄健会不会给留言一些经验呀 我记得那时候跟留言也聊过一些 因为毕竟我还是相对来讲 比较了解的 脊髓损伤的这些人 因为我和北京的一些专家呀 包括留言的父亲 叔叔当时我们也是跟他们一块也探讨过 我也跟他们一起 包括留言的这些当时的病情啊 还有桑兰的现状啊 然后呢 大家都在一块聊聊天 嗯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他们的经验对你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特别重要 所以桑兰和黄健的这种跟我的交流 就让我在那个时候 08年逐渐能够踏实下来 就是说 因为我看到桑兰蛮好的 虽然她受伤了 就她每次来过来看我的时候 就都很漂亮 很精致 嗯 那个时候她可能有时候是 什么活动忙完过了 然后她可能带妆法 然后你想那时候我是在病床上 所以我就看哦 虽然说光彩照人 受伤了 对 桑兰的那种状态特别好 然后呢 还有一些细节 我印象特深 就是在我医院旁边有一个酒店 那天晚上我们一块吃了一顿巴西烤肉 吃巴西烤肉 然后之后呢 因为她很幽默 就比如刚刚黄健讲到 就是比如说关于手指的一些问题 但她是自己吃饭 就我们在一起吃饭 就她完全没问题 然后呢 比如她用一些餐具什么 她就很阳光 特别的 我觉得让我觉得 嗯 那种踏实 因为我摔伤以后 有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的时候就特恐惧 就特别害怕 但是其实那时候 我当了他们是不聊这个的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聊 我自己的那个恐惧 但我看到桑兰的时候 就会每一次每一次 让我更坚定 我觉得可以的 就是那种感觉 而且很多细节 你比如这个轮椅 如何上台阶 下台阶 是黄健教我们的 他做食饭嘛 就印象特身 就那个巴西烤肉出来 你记吧 那个酒店 那个大堂还蛮漂亮 画一个楼梯 对 这个大楼梯 然后呢 黄健就说说 这是很简单 他就搭两下 他说三十下 也是可以这样上去 就这个轮子翘起来 然后再怎么下 所以那时候 我的助理就跟黄健学 这个轮椅如何 上下台阶什么的 就像这种细节 都是他们教给我的 我就觉得是 特别好 然后他们结婚 也没请你吃饭吧 对 就等着到 感觉也没请过 你看 我觉得今天来的 三个嘉宾 估计都会诉这哭 真的是很开心 就是他们结婚 包括有了小宝 孩子什么的 因为有很多 对 留言还没见过小宝 没见过 说到媒体上 看那个小宝贝 特别乖 而且对你特别的 马上冷静 照顾贝家的那种 你太幸福了 太好了 我看到留言 他激动你知道吗 好多年没见了 现在看到留言 还跟我当时 看见的时候那么美 留言其实很会打扮 是 很美 很漂亮 很会化妆 很会穿衣服 这么多年过去了 更美了 更漂亮了 舞蹈家 连衣服都不会穿 那怎么叫舞蹈家 你看他的气质 跟我多像 我为什么看见留言 现在特别高兴 特别激动 因为我看到过留言 那时候刚受伤的时候 那种脆弱 而且那时候 留言也约着我 请我一起去看舞剧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他碰面的时候 留言哭了 流眼泪了 我心里很难受 就我那个时候 我很担心 留言是不是 能够从这样的 逆境中走出来呢 因为那段时间 其实我看到过 他很多次的 挺悲观的 掉眼泪这种 我心里是很担心的 但没想到 这么多年没见了 留言不需要我鼓励 他自己就很强大 留言也好 桑岚也好 他们其实都是榜样 因为他们 在原来的职业中 都是就像黄剑说 天花板级别的 留言也是一样 那个时候 我们看留言跳舞 因为我自己从小 也学过舞蹈 看完以后觉得 哎妈我跳太好了 你那时候觉得 你有天赋吗 跳马 练体操吗 特别有天赋吗 太有天赋了 觉得 就是我觉得 我真的是为体操 跳马而生 我那个时候很有意思 刚才蓝蓝也说了 我们女子练四个项目 其他项目我都不爱练 最讨厌练平衡目 我们教练经常说我 你看桑岚在平衡目上 腿又开始发抖了 然后在高地杠上 一个特简单的动作就掉下来 他们都笑我 但是我就跳马特别好 那平衡目确实也是挺闹心的 你说就那么窄 王大 你练一个 这够宽吗 你走一个 给我们看看平衡目 就得站着 平衡目这么窄啊 就这么宽啊 因为它上头是斜角的 别说 我翻一个啊 别动啊 哈哈哈哈 那个别拦着我啊 狼跳啊 狼跳 哎可以 可以可以 这样吧 还行吗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分开以后看 哎呦 还得回到上面 还得 刚才是撕叉跳 还得回到 哎呀 哎呀厉害 哦 不是 当时你 就是他的那个 跳马 我感觉就是你自己也很自信 我太自信了 你知不知道我连跳马有多厉害 穿一件沙衣 我穿沙衣 沙衣啊 穿着沙衣做难度 就是加负重 就是王大你知道吗 就是做难度动作 嗯 不是简单的基本功 是跳难度 就是我比赛的项目 我是穿沙衣脸 我们来看一小段片段啊 咱跟刘延一起分享一下 咱们 咱们 太棒了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练体操也练舞蹈 还专门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过来 你肯定的美啊 但是我们的舞蹈 跟刘延比不行 刘延的柔人性太好了 但是那个太棒了 特别干净 我觉得那特可爱的 太棒了 你那个时候 就是1998年的时候你是 17岁 所以当时重点培养 对 重点培养 然后呢 98年的 有好运动会结束之后 就让我去参加 在天津第一次举办的 世界锦标赛 然后呢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 当时是这样 市井赛 没有参加上是吧 没有参加上 其实有好运动会受伤的那一年 就是培养我 让我给我一次 这个小型奥运会的这个机会 让我去参加爱比赛 比得好 然后我就有机会参加 1998年天津 世界锦标赛 然后2000年的悉尼 悉尼奥运会 就是这么规划的 虽然桑兰受伤在先 但她那段时间 就是绝对是那样的重创 她不仅是生活上 就包括了职业规划等等 就一路的那个 她比你受伤了小 对 我总共在医院住院了三个月 我差不多两个月出来了 当然我首先要说 其实我身边 当时也跟留言一样 有很多关心 帮助支持我 我觉得这个力量是无穷的 后来呢 就是因为我手术做完以后 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因为当时我在手术台 去手术之前 轻微的脑震荡 就不能吃东西 一直呕吐 然后还有颈椎的疼痛 是我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这么疼过 所以我那个时候想放弃 我每天就受不了 我还要狂叫 太疼了 我就是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 我整宿着整宿 找医生给我打针 就你给我打针 让我睡觉 他们不给我打针 他们说不行 因为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 我特不亏 我浑身不舒服 可能是我原来当运动员吧 我喜欢躺了那就是动 但不能动 浑身插满了管 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要 我就想大叫 我都想 我就崩溃的感觉 你给我打一针 让我能好睡觉 也不行 所以那时候 我盼望着我能快点进手术台 给我做完手术 能让我减轻身体上的折磨 然后呢 在做手术之前 医生告诉我 桑兰你要做一大手术 将近五个小时 但这个五个小时呢 说如果你生命力顽强的话 你就顶下来了 如果不顽强 我们可能分两次三次做 那后来呢 等我手术台出来 麻药过了之后 我就听见热烈的掌声 大家说 哎呀桑兰你生命力太顽强了 不用做第二次手术 五个小时 一口气顶下来了 就那一刻给了我很多力量 我觉得 哎我桑兰行 就我觉得我在这么艰难的一个 生死关头 我能熬过来 我觉得 我桑兰要好好活着 我没想到 我今后我能做什么 其实我想回归体操 但后来我知道 我回归不了了 但唯一的信念就是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他做完手术就好多了吗 做完手术好多了 好多以后 而且又告诉我 桑兰意志力顽强 你生命力旺盛 那一刻开始 我就要告诉自己 不能崩溃了 那时候我就要告诉自己 我桑兰要好好地活着 不管今后还能不能实现 我体育梦想 我原来的梦想是当一名教练 退役之后 当然是最早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 那么退役之后 我想当一名教练 但是这些梦想都落空了 我那时候没想过 我今后走什么路 职业规划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的就是桑兰要好好地活着 对 就是这样 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们都是五六个小时的这种大手术 对 是非常 那个当时 你也做了五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当晚就连夜做的 我是过几天才做的手术 因为我当时为什么要过几天 因为我有轻微脑震荡 就是我一直躺在脑上呕吐 没办法进食 对 所以我不能马上做手术 她当时最大的问题是 因为她伤在颈椎这个位置 她的刀口这么长 然后这里有一道疤 是气管切开 哎呀 就是如果不做手术的话 她不 不把气管切开 她 这个后边 第一她疼 再有一个会影响她 健康的 没有受损伤的那些 没有 如果我还有一个不做手术的一个问题 就头一直大了 抬不起来 抬不起来 天哪 就永远都这样的 所以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但还好 还好你看今天这俩美女坐这儿 这光彩照人的 我觉得都是榜样 真的是榜样 好吧来何章颖来 接下来呢让我们起来何章颖 谢谢留言 来第一个问题 是不是练体操的 您是练体操的吗 不是 不是 第二个问题 你问吧 继续是男士还是女士 先生还是女士啊 前面两位都是女士了 女士 第三个问题 老黄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 张兰 文艺界还是体育界 对 您是文艺界还是体育界 艺术界 艺术界 比我大 很多 您的年龄 还是比我小 李桑兰 大还是小 比桑兰大 你认为是谁 黄剑猜 我猜李慧珍 好 三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歌手李慧珍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 我们是否最好 谁来的 打错了 张哥有请 郭晓晓 谢谢 谢谢您啊 亲爱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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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呢 quests lut 好 小姐 宝贝 你年后台第一次见 对啊 演员 郭晓晓 生活中与桑兰一家互动频繁 身为宝妈的他们 经常热心公益事业 专注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今日她惊喜前来 将爆料哪些趣事呢 我跟小姐前两天还联系呢 她听我说呢 你们怎么会这么熟啊 孩子的原因 是吗 孩子一样大 但是我们认识的时候 不是因为孩子 那我们认识好久了 对 很久以前 跟桑兰是因为在一个聚会上 在一个聚会上 然后我们那时候她还好小啊 看上去 那时候为什么你没在啊 那时候她还没在我生命中的 真的吗 那么早就认识了 我还在想 为什么没见到她 对 当时你认识桑兰的时候 对她印象怎么样 特别可爱 我觉得她的样子 当时因为我在认识她之前 就已经听说了她的事啊 就觉得 哎呀 第一内心里头 那个时候 跟她认识的时候 对她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呢 就只是觉得她很小 那时候好小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没结婚 也都没生孩子 所以那个我跟她合影的时候 我觉得哎呀 那么年轻的一个女孩 那么漂亮 然后遇到这么一个 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觉得挺让我 内心里啊 当时还是蛮同情 有同情 有这种怎么说呢 就是不知道该跟她如何交流 不跟她谈 关于她受伤的事 或者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交流 真正是有了孩子以后 我们的了解越来越多 而且在一起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你们孩子经常在一起玩吗 对 是你们住得很近吗 不近 我们住得不近 都是童年的孩子 都是八岁 就是两个月 就隔了两个月 对 差两个月 你是男孩女孩啊 男孩 全男孩 因为我当时 我生完孩子以后呢 又不能去拍戏了 所以呢 我当时拉着上来 我们组了一个群 这个群就是一个宝妈群 宝妈宝爸群 所有的妈妈爸爸都在一起 对 我们这是元老啊 我们那里头有很多家庭 大概现在目前将近一百人吧 一百人 所以从最早的小群 到现在的大群 对 然后涉及的行业 各行各业 对 开始可能还是影视圈 和体育的比较多 经常在一块 我们做活动 在一块 去玩 对 我们搞了很多公益活动 然后桑兰一直很积极 到时候就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组织一下呀 做一个什么样的亲子活动 所以我们当时 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想法 因为用这样时间 陪伴孩子 我们叫亲子公益 我们做了很多亲子公益 然后桑兰是负责管账 对 我来安排所有的事务 然后所有的这个策划 你们一个是财务总监 一个是秘书长 对 是的 是 真是这样 我财务总监 他是秘书长 对 整个活动策划完了以后呢 就是很多家庭报名以后 我们都不是商业的 所以完全就是 自发地自己带着孩子 对 我们老在一起聚 我们过年前 小姐他们的儿子 跟我儿子 我们就一周 我们约好的 每周五 每周 对 都见面 在一起约一次见面 然后孩子们一起玩 就是为了到他们家去蹭饭 然后 也在我们家住过 对 我儿子 然后呢 过年之后 我们又一段时间没聚了 孩子们也没都聚在一起 正商量着过几天再聚的 对 所以现在 你们孩子经常在一起玩 你们就相当也有机会聊了呗 哎呀 那肯定啊 你孩子在他们家 还有再加上他们家的狗 就闹成一锅 然后这个 这个黄健呢 就是厨房 给我们做好吃的 模范丈夫 我就算有这个 我特别羡慕 他们家特别和谐 我们在一起就聊天 我们女士负责 就我们俩 聊天 吃饭 就是我们俩 我们家是女的负责聊天 消遣 男的负责干活 哎呦 哎呦黄健 我心疼你了都啊 哈哈哈哈 你是心甘情愿的 对不对 其实我倒觉得 男的嘛 多下下厨房是好事 嗯 增长智慧 不是 你老妈呀 看了这些节目肯定说 呦我们家黄健 这以前啥活不干 现在啥活都会干啊 真是这么回事 嗯 是吗 我妈现在就觉得 我以前就是大少爷一样 嗯 然后现在就是 好多事吧 都不用我们老两口操心 你看我们家孩子 他爷爷奶奶一把手也不用搭 嗯 我媳妇都弄好了 嗯 我父母基本上没操过什么心 怀孕的时候 我爸妈天天的往这运送物资 他们就负责干后勤 然后孩子现在到什么季节了 穿什么衣服了 爷爷奶奶给买 爷爷奶奶去买去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 我这发微信 问我黄健你在吗 他怕我忙 完了跟我说 你爸跟我说 小宝最近练足球 我们觉得孩子太苦了 多吃点好的 我想给你买点牛羊肉 嗯 老人啊都是心疼孩子 我爸也是前两天 说到了春季啊 孩子真是就跟这个 长个的时候 发芽的时候 长个 长身体的时候 千丁宁万祖父跟我说 一定让小宝吃好了 嗯 好好长身体 哎你有想二胎吗 原来想 目前没有 因为为什么呢 整个怀孕过程还是挺辛苦的 第二呢 就是生产过程太危险了 对 血压太高了 对 就是高压低压太高了 有一个可以了 我觉得一个就是 虽然咱们现在国家提倡 大家有条件 二胎三胎 二胎啊或者三胎啊 这样呢 齐勒荣也挺好 像我们这种情况 我们就量力而行 对 对 我们就觉得 现在我们有这么一儿子 培养到现在这样 我们精心培养他 嗯 他喜欢练体育 我们就培养好他 像刚才孟伟兰也说了 兰兰也说 小宝觉得小宝看得 哎 有点体育的这个样 天赋 对吧 那我们两个呢 就精心地把它培养好 希望呢 他健健康康的成长 嗯 对吧 把三观树立好 对 这个您经常在他们家 给我们抱抱料 家里啥样的呀 我觉得他们家 还是蛮干净的 嗯 而且他们是宁波人啊 我们家也是浙江人 所以我们这个 在生活上 还是比较注意一些细节的 嗯 我去他们家呢 我觉得他们家 他从老太太到黄剑到桑兰 这每个人都各尽其责 嗯 就是各有各的样 你是慈母 严父 嗯 就家里啊 我就后来我就说 哎呀 我儿子就缺像黄剑这样的 就是比较严厉一点 然后能吼得住他的 嗯 然后所以我经常 我说哎呀 我得带我儿子 经常去他们家 因为我得让 让我儿子 受受这个教育 儿子一见着我就抱我 啊 见着我就亲了 特别亲 嗯 因为男孩子嘛 他有的时候吧 其实我也不是那种 打骂孩子 我呢就是孩子有个时候 有规矩 玩 玩过圈了 马上要要出圈了 你就要用这种声音大一点 嗯 去提醒他 就因为你学体育的人 就是这样 对 就你会知道什么时候 他当过老师 他当过老师 所以我就知道 孩子在注意力分散 不集中 或者是马上要出问题的时候 你比如说体育老师 就会吹个口哨 其实哨是干嘛的 其实就是提醒你 对 对 真的是 所以我也希望 你们的这个小小的 你们这个团队啊 就你们的小群 要多搞点活动 现在孩子都大了 学习功课 各种安排都比较多 但是私下里 大家这种交流 你一点都没有减少 因为主要是 还是育儿方面 我经常会跟桑兰和黄健去沟通 我说怎么给孩子选择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年龄 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些方向 对 比如这个我会问他 我说我应该给孩子是 让他以后着重去体育 因为他喜欢体育 是体育呢 还是他们说你进水楼台 你搞影视的 是不是他跟着影视啊 我就在想 我说我也拿不定主意 让他学什么 我就会跟他们探讨 然后孩子比较好动 在班里调皮捣蛋 那我就跟桑兰讲 桑兰就会给我出主意啊 给他一些精细的 一些小的物品 让他进行训练 还带我去 你们家那附近 什么小商品市场 是吧 然后 把学习用品 对 带孩子去买 第一次看到那个 减压 减压的玩具 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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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吧 捏吧 然后可以让孩子释放情绪 他就告诉我 你好 我儿子特喜欢买的那包子 真的捏吧 捏吧 现在都捏坏了 小宝也是 小宝也是 咱们孩子第一次聚会 好像还刚 不满周岁吧 到一周岁 对 当时才可能八九个月的样吧 像那个时候 我们属于大人聚会 孩子们也聚会 我们出来 我们出来是 都是孩子 都是抱着的嘛 要不然就是阿姨背着 或者是什么的 就拿个小包子带出来 找个地方聚会啊 好像一次 那要那披萨都巨大个儿 多少人啊 人多 人多 每次都是一家都至少 我们家一般出来几口 五口 因为我们这个圈里边 很多都是文艺界的 然后影视界的 所以我们当时想 我们就叫春牙宝贝 超级宝贝群 就全都是有希望嘛 你之前不去拍戏啊 我现在第一 我自己要带着孩子 我出去拍戏 我都得找那个戏 相对时间短一点 能多陪伴一下孩子 因为我一走 孩子没有人去管他的学习 是 基本上现在二年级的 像八岁二年级的孩子 很需要家长陪伴 是的 是的 我今天见到黄剑和桑岚 很开心啊 又结识了小小啊 我们也特别希望呢 这个他们的故事 能够被更多人知道 来吧 咱们合章影 来来来 接下来呢 让我们起来合章影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 互动谈话节目 奶酪博士 你看谁来了的演播现场 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周同时时间再见 再见 请大来宾 你看谁来了 迎来大来宾 吕一丁 他演技精湛 每一种类型的角色 都演绎得入目三分 怎么着 想耍无赖啊 咱好歹也是个汉子 一口唾咪根尖 不能拿说话当放屁吧 72代土匪是有仇必报 谁留在这当县长 谁就是架一个靶子 你想害死我啊 机智问答过后 他能猜对几人 你怎么会呢 我真的没想到的 我的哥哥 老友相聚 网约时光浮现眼前 一一那时候香水很少 但是每天 他的小辈子味香香的 很香水 花落水 哎呦我的天 他长得太像我小舅舅了 他几乎跟我像 他就一模一样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下期 你看谁来了 给你责导的 那我说 原来的